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风水上有一些家具最好是靠墙摆放 才能为家人带来好运 下面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吧 一 沙发 人们在摆放沙发的时候都会注意到会靠着石墙摆放 这样的摆放方式是会给人一种稳妥的感觉 墙壁是坚固牢靠的有很好的寓意 遇着能得到贵人的帮助 同时也是符合了风水 在摆放沙发的时候是可以选择U型的沙发 摆放在财位那是能起到脏风巨气的作用 也是能望运招财的 这样的布局是会给客厅带来很好的风水 精心布置过的沙发是能让人们在更舒适的环境中生活 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让人感到非常踏实 沙发的摆放是不能随意的 一定不能摆放在走到那里 也不能是靠着门窗摆放的 背后一定要有石墙 空空荡荡是会给人一种散财的感觉 不能起到的望丁望财的作用 而且人们在这样的沙发坐着也会有种冷风吹背的感觉 就像是有人偷袭一样 2.卧床 卧床的摆放是与人们的身体健康 夫妻感情和财运方面有很大的关系 在摆放卧床的时候 最好就是摆放在财位上面 这样的风水布局是能起到望财的作用 床头是一定要靠着石墙摆放的 如果床头的后面是空荡荡的 那是很难给人安全感 意味着基础是不稳的 影响到与他人的感情 与家人的感情也不好 不能得到家人的支持和帮助 但要注意的就是 卧床三面都靠墙也是不好的 这样就形成了牢笼的感觉 不仅是会影响到人际关系 也会对事业方面有影响的 会造成事业方面很不顺利 财运也是非常的不好 所以在摆放的时候要多注意 3.衣柜 衣柜是卧室中比较大型的家具 它是能储藏衣服饰品的 也有很多人喜欢把大件的物品摆放在衣柜里面 摆放在卧室中是会占很大的空间 所以布局方面是一定要合理的 不然就会给人们带来压迫感 如果出现了衣柜无靠的情况 那主的就是衣食 经济和子女健康方面 这些方面都会有问题出现的 家人是处于一个不安全的情况 这样的人衣柜摆放是不好的 如今很多人都会使用嵌如石的衣柜 效果是与靠着石墙摆放是一样的 紧要就是让衣柜与窗户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然会影响到卧室的光线 4.冰箱 冰箱是家庭中常见的电器之一 不仅是保存食品的地方 还影响着家人的身体健康 因此冰箱摆放位置也是尤为重要的 冰箱代表了石鹿 最好摆放在靠墙位置 但切记要与墙壁留有一定的空隙 才不会影响冰箱的正常散热 这样摆放也寓意着家人不会为了吃穿而发愁 此外冰箱也不可空空如也 要随时补满才能使路子来钱财不断 5.炉灶 炉灶背后要靠石墙不可空虚 这样主人做饭时才会感到踏实安心 也象征着家人关系稳定 不会有吉令缠身 平安顺遂 若背后无靠或者是透明的玻璃 是非常不吉利的 在风水上认为 烦灶门 击双光是之 主胸 这种格局对婚姻 事业和财运均不利 象征着家庭无依无靠 6.神龛 有很多人会信奉神佛 在家里也会供奉神位 佛像通常把放置神像的小格叫做神龛 若把神龛摆放在阴暗的角落里 则会被看作不尊重神佛 容易为家人带来厄运 导致家庭运势衰退 灾难不断 神龛最好的摆放位置是通风 光线充足且背后有靠的地方 这样才会显得对神佛尊重 才能使家中财运旺盛 平安健康 但记住一定不要被靠厕所墙 厕所为污秽之地 灵气会被冲散 容易导致屋主人钱财损耗过度 除了这些家具靠墙摆风水会变好 那么家里家具还有哪些风水讲究呢 现在就跟着大佬继续往下看吧 一家具不宜太多 家具的家具摆放不宜过多 如果空间过于拥挤 使家具流动线不舒畅 不利于家营发展 摆放家具后 家具通道七转八弯 使家财不胜 二厨房炉灶要做杀相机 才可达到风水原则 如果位于吉方 在家中人口健康 夫妻感情融洽 其次厨房内的摆设 如灶位 洗碗盆 碗碟矿等都要摆放正确位置 炉灶最即被水龙头充射 很容易染上利脊和肠胃病 若洗碗盆和炉灶成抑制线 则为水火不容 会影响夫妻感情和健康 若炉灶摆放位置 与水龙头呈曲齿型 也要行 则可避免水火充射 以符合风水之道 三 沙发已放在即位 沙发是一家人 日常活动的中心位置 若摆放在即位 便可让全家人 也沾染到这个方位的旺形 如果可以将沙发 放在一屋中的材位 变为最有力 因为长期坐卧于财位 不但可以让家人的整体财运上升 也可以让个人的身体特别健康 若将沙发放于桃花位 则可让一家人的人员提升 四 沙发支顶即衡量压顶 沙发的正上方如果有衡量 这就属于衡量压顶 对坐在下面的人影响甚大 应尽量避免 便同之法 一是在装修时把衡量包进去 二是在沙发两旁的茶几上 摆放两盆开运煮 以承担衡量压顶 五沙发的摆法 沙发的摆法以两旁各有一臂 伸出为一 象征左右护持 如果阴面积过小而坐不到左右护持 退而求其次 可再去水位摆设另一沙发 以形成聚水之局 这也符合风水之道 六 电视机 从风水角度来说 电视机摆设的位置 对家居风水影响很大 比如一人洗目 电视机放在西方 主人看电视的时候 坐东向西 因为东方蜀木 洗目的人坐在鼠木的方位看电视 便是理想的风水位 七 床头朝向可适当调整 人这一生 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是要在床上度过的 如果把家居风水 对主人运食的重要影响 看成一个整体的话 床的风水起码占据了四分之一 而床头朝向则占了床的风水的四分之三 而且床头朝向竟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八 鱼缸风水 众所周知 在家居风水上面水是代表财的 如果家里空间够大 不妨设置一个渔石或者游水的鱼缸也行 这样可以大大增加主人的财运 其中 鱼缸里面养育除了装饰 还有带动住的人的财气 以及活跃整个家庭气氛的功效 但要特别注意鱼缸 水栽植物室不是以摆放在卧室中 因为这些物件属水的特质 会妨碍到属火的人际关系 爱情桃花等 反而对前财运的通路造成阻碍 九 卧室静置摆放不规则型家具 卧室里的家具最好是方形的 或者比较规则形状的 能够带来好的运气 而禁止摆放不规则型的家具 特别是一些人为了追求个性 定制各种菱形书桌 床头柜等等 这样的形状容易引起各种疾病 而且预示多走眉运 阻碍比较多 十 吊灯 吊灯的高度和位置也是要注意的 相比起普通的灯管 这些灯具会显得比较有意境 能够烘托出一种比较温馨的氛围 不过在安装吊灯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高度 太低就会妨碍到日常的走动 太高的话又有可能令人感到要目 位置应该选择房间的中间位 这样便能使光线分布的更加平均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新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下期再见